大家好,我是小丽同学 今天我们安装Yes Play Music 一个网友音乐的第三方播放器 颜值特别高 我们来先看一下它的GitHub的界面 这是它的介绍 这个工具是有 你可以直接把它的安装包下载下来安装使用 支持Windows、MacOS还有Linux 但是如果我们要网页方面的话 就需要在Docker里面部署一下 不然每个台设备要网页的话 都要去安装一个软件 它是支持这么多客户端 大体是只有Mac和Linux 还有Windows的 手机网页网页的话是没有做优化的 我们看一下它官方的一个演示 就是这个样子 颜值是比较高的 设置里面设置的Morin访问的时候 它这个音源是Apple Music的 可以去登录黄岩云音乐的账号 然后可以去连接Last FM 然后播放一个听一下 这个是专辑的页面 然后这个 然后是歌词的 我们安装Docker里面的话 安装好之后的效果跟它这个是一样的 那废话不多说 我们去安装一下 应用商店搜索ES Play 没有上架 然后点击右上角这里 搜寻更多结果 然后这个软件它安装的话 是只需要一个端口就可以了 所以其实每个端项都是差不多的 那我们看一下哪个端项最新一点 那就这个吧 就这个第一个 点击安装 名字的话 随便 然后 添加一个端口就可以了 端口是80 然后我们访问的端口的话 6688吧 应用 好 已经下载安装好了 访问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自己的 然后把这个转发到外网 我们就可以随时随地去访问这个 网页的在线的 网页音乐了 可以登陆自己的账号 去听自己的音乐 不过因为它这个容器 它只有 我们只配置了一个端口 它没有其他的配置 所以如果换了一台新的设备的话 可能是要 重新配置的 之前的配置都是不在的 那全辉的话 也是安装方法类似 这个是登陆成功之后的 这个是我自己的音乐库 已经登陆成功了 但是我刚才示了一下 邮箱和手机号 是登陆会错误 然后是用手机 撒码登陆的 这个界面是很漂亮的 如果长期在一个电脑用的话 建议还是下载客户端 好的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小姐同学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